你好,欢迎收看7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四位高中今年参加110学年度全国高中阮式棒球联赛 夺下冠军宝座,创下学校以及花莲县在全国高中阮式棒球比赛的新记录 日前林宗坤等10位现议员前往四位自政棒球队训练基金10万元 并预祝四位棒球队在接下来的能高杯棒球赛事都能够再创夹击 花莲县私立四位高中棒球队日前参加110学年度全国高中阮式棒球联赛 勇夺校史第一座阮式棒球冠军,创下学校及花莲县在全国高中阮式棒球比赛记录 27日上午,花莲县棒球委员会主委迪布斯以赖、林中坤等10位现议员 特别前往四位高中制政棒球队训练基金,肯定四位推动棒球运动的用心 花莲县议会几位议员,包括林中坤议员,还有几位原住民的议员 我们特别来到四位高中,然后制政这个装备的还有就是加菜金的部分 是希望呢我们四位高中在这次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拿了全国冠军 那而且我们最近的成绩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在所有的这个软式棒球里面是唯一有专任教练的 那四位在这方面非常的有心 但是因为县政府的经费他没有办法直接驿注到所谓的高中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几位议员就募集了民间的资源 希望能够提供四位高中更多的机会 那也希望呢我们的棒球在花莲能够深耕发展 也要鼓励这些同学呢愿意往这方面发展 也希望呢四位能够继续来支持所谓的棒球运动 当然啦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议员非常关心花莲的体育的活动 也希望呢我们尽我们自己绵薄之力呢 能够提供花莲线所有的学子更好的资源 我们四位高中因为在全国软式棒球打到全国第一名 那也受到很多我们花莲地方各界的肯定跟支持 然后也建筑我们 那今天是由林中坤议员召集了九位原住民的议员 共同监助我们棒球的一些设备 那他也鼓励我们棒球队能持续的努力 那希望这次在能高杯的时候也能打出很好的成绩 那四位非常的谢谢 所有四个议员对四位的监助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棒球队在教练的领导之下 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捐款活动由热爱棒磊球运动的县议员林中坤抛砖引玉 特别邀及原住民级县议员 包含李正文、周俊佑、简志龙、高小成、蔡一静、陈建中、哈尼加造、赖国祥等 号召发起讲助四位高中棒球队训练发展基金 结盘让县内喜欢打棒球、热爱棒球运动的高中同学 有充分发挥舞台 并预祝在今年华联县主办的能高杯棒球赛等赛事能再创家机 接着蒋帮眼华联士报导